就这个颜色 这味道才厚呢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素汤烩面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冬瓜呢 拿过来半斤 这样把皮 去掉 冬瓜一切 两半把中间的羊子去掉 把冬瓜 洗一下 切成片 切片呢 叫切厚片 要么呢 就给它切成小碎丁都行 丁多大的丁 喂好呢 大花生豆那么大的丁 来朋友们咱看一下 我这个就给它切丁 一公分厚的片 方便它入味 你不要 切块太大了 炖了十分钟了 也没有入味 那你就把这个料 就切错了 是吧 这样 冬瓜 炖的入口 计划 那个效果才好 你愿意吃呢 说咔嚓咔嚓的那种 下锅炒一炒 炒它三分钟 然后看入味了 加上开水 就下面条 那个口感呢 就是接近脆的 不足辣 西红柿放上点 有这个西红柿呢 能多增加一个口味 这样就行 一公分大小的丁 碗粑 碗粑 朋友妈 看一下啊 现在呢 拔火点着 加上油 把鸡蛋 拔爪 然后呢 把这个油 倒出来 重新加油 少放 别放太多 这油 用猪大油 更好 咱们这个呢 是家庭版的 醋汤 多炒一会儿 油呢 略微大一点点 然后你看 这一炒成沫上来了 能看清吗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开水 下锅 调成大火 这是防个人吃的 都够用 这样开锅就行 盖上盖 盖上盖 十分钟 现在是标准的五分钟 看一下这个颜色 也是可以了 要熬到十分钟 颜色还要比得重 看看这个颜色 这就可以了 饭炒一会儿 散香味太浓了 倒出来 孔葱下锅 开始煎 这样 蒜起来 煎出香味 把葱姜下锅 自己煎 煎的油 发红了 才好 煎煎的 煎让它入味 它咋入味啊 往里加盐 盐可以多加一点 还有那些汤呢 这味就能出来了 油都是红色的 这个颜色 多好看 有它好看就好吃 面条 下锅 面条不要很长 我这个就长 你看看 有多长 这么老长 就过长了 奔中间 断开 好了 这个不用盖盖 散锅煮就可以 好了 一会儿见 现在开锅是四分钟 好了 胡椒粉 再次凉水 把胡椒粉 这样搅动一下 稀释开 省得成疙瘩 直接往里去放 加入 味精 这样就可以了 味精不要加多 喜欢鸡粉 放生鸡粉的味才棒 来 朋友们看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 小葱香菜 加上 看 绿糊糊的 太好看了 好看就好吃 来 尝一下吧 咱看一下 来 这个汤 要的就是这个颜色 就这个颜色 这味道太厚了 肉口喝得非常舒服 在家里做一下 天天在吃饭 你就这么做 百分之百 比如说我干没干过 你就这么做就好吃 就家里在那个面条 我自己擀的那种 要煮四分钟 肯定时间就是太厉害 我喜欢吃筋道的 但是太硬了 也不行 再拿一口 我想再喝一口 再找找灵感 看能不能再想起 什么没说的 基本上都说到 有什么需要的话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